通话中两人均认为 在这一关乎法国及其欧盟伙伴战略利益的问题上 盟友之间开诚不公的磋商 本可以避免当前的局面 双方将于10月底在欧洲会面 此前被召回的法国驻美国大使 也将于下周返回华盛顿 公告同时称 美国也认同欧盟应当具有更为强大和有效的防务 为跨大西洋与世界和平做出积极贡献 美国媒体在报道这次通话时指出 在这通持续了30分钟的通话中 拜登看起来似乎是间接承认了 在此事上有不当之处 这一罕见的认错 反映出美国背后捅刀 给美法关系造成了多么严重的伤害